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不管什么样的职业工作 都一定会有坏了一锅粥的老鼠屎 即便是形象正义的破例式大人 一旦走偏 干的坏事可能会更极端 像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王玉龙双尸案 手段就极其凶残可怕 而更让人胆正心惊的 是他们会懂得如何反侦查 设下断点 要怎么样将这样的坏警察 绳之与法呢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新装重量级负伤 遭歹徒强压卢总 监制器被剪断转向 竟没有勒熟电话 离奇沉湿停车塔 皮带锁紧 绳之气外露 藏经人震撼警戒 法院居然纵犯凶手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妙接负伤 撕票案 时间回到2004年6月20日 在当时还叫台北县的 卢州德胜街 一处立体停车场 被警方拉起了封锁线 约这天停车塔 传出严重的腐臭味 管理员在检查的时候 赫然发现 一辆乡型车的后座 居然藏着一具 惨绝人寰的 半裸尸体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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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者妹妹赶到停车场 便哭便喊 哥哥惨死 家属悲痛 抓住你给我吧 买完 发生的好了就是没好报 对了 我们不要死了 那我怎么办 悲痛欲绝的家属 跪在停车场前放声大哭 因为失踪了五天的舅舅 竟然被人发现 城市在停车塔里 管理员上午 清点剩余车辆时 发现这部蓝色轿车 行李箱散出血水 才紧急报警处理 隔夜的车 我们都要叫下来看 看有没有车子 还没有在里面 那就是看那底盘里面 怎么都有那黄黄的水 那个水 然后车厢也有 有东西在滴 闷热的六月夏天 尸体迅速腐烂发臭 管理员从一辆辆车子当中 发现腐车位 是从第七停车塔二号车位传出 一辆箱行车后座 找到发黑的尸体 死者双手被捆绑 脖子有被 那个皮带热臂的那种现象 现场已经死了 差不多五天左右 已经有血水失措很重 根据现场的状况 甚至去有暴露出来 还有一些状况 警方欲言幼止 因为死状相当凄惨 口鼻都被胶带封住 手脚反绑 脖子被皮带紧紧勒着 像是有身仇大亨一般 重要的是 死者是61岁的黄清亮 是新装地方上重量级的人物 在观光产业上 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资产也是家财万贯 恐怕就是这样 被歹徒顶上 好奇 跟那个人接仇吗 没有 跟那个人很好 不知道谁帮他了 那个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知道吗 每个人在绕上就被抓 我们就搞不清楚状况 他找不到消息 你要跑啊 61岁的黄清亮 16号早上在家门口被人掳走 五天后在掳州立体停车场 发现尸体 由于死者是地方名人 又传出他掌握不少 巴黎左岸的开发权 警方怀疑可能是利益纠纷百不平 才会惹来杀身之祸 61岁的被害人黄清亮 生前担任新装庙街观光协会总干事 平时乐于助人 上午传出二号 亲朋好友几乎不敢相信 今天是要跟他发现 有大体我打电子 因为搞这个梦都是我开的 哪知道一天很关心的开 陈世时生殖器外露 还是说惹上什么感情纠纷吗 但是专案小组调查 发现黄清亮生活简单始终未婚 和其中一位妹妹 同住在四层楼的透天错 她继承父母的同案生意 一楼还是继续开杂货店 由于擅长投资土地房屋 拥有不少不动产身价上亿元 光是每个月的租金收入 就有好几十万 也因为个性热心单纯 在地方上名声很好 对三个妹妹都很照顾 我都感谢我拥有这么拥有这个机会 我都感谢她说这样 我没有好笑说 她跟她拥有我十万 这么拥有的 就在看 我拥有这拥有的车 新装富商之死登上社会头版 但最大的疑问是 为什么没有勒赎电话 又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她 又为什么不是气势在荒郊野外 而是放在迟早都会被发现的停车塔 是警告或恐吓吗 还是为了什么目的 16号早上9点 黄青亮在新装家门口被人架上乡行车 9点58分 车进了卢州停车场 有备而来 停车场监视器却在案发前坏了 什么都没拍到 歹徒可能事前查过 选在这里其实 警方清查这辆车案发前已经被偷 公司8号报失窃 16号就用来掳人 显然歹徒早有计划 蓝色箱形车是脏车 还挂上偷来的车牌 要以车追人恐怕很难 不过歹徒既然是从黄青亮 住家门口掳人 监视器影像或许会有进展 勘察的过程当中 甚至于有把一些监视录影带 监视录影的镜头 做调整 稍微有跟他挪动 但是白蜜也有一书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镜头 他能够逃避 凶手挪动了死者住家监视器 但是却没有料到 另外一只隐藏在巷口的镜头 正好对着黄青亮 家门前的整条巷子 做案的这个自家货车 相应是已经开到 被害人家将车身 解贴于被害人的家门口 有那个歹徒将被害人 跟绑上车的画面 可能是黄青亮大喊救命 引起路人好奇 没多久黄青亮的邻居 也被惊动跑了出来 其中两个人骑机车追了过去 不过还是被歹徒给跑了 仔细看看开车的歹徒 大概怕留下指纹 当时甚至戴着手套 可惜玻璃反光 没有办法看到歹徒的面貌 狡猾绑匪事前做足准备 就是不想让长相曝光 但当天早上 还是有名可疑人物把风 被民众给目击到 开车的驾驶 按铃压人 把风 总共三个人分工 短短几分钟就完全任务 手法跟配合都相当熟练 邻居说黄青亮被绑的那天早上 一名白衣白裤的男子 连续买了三次早餐 还问东问西心机可疑 底瓜加码录出来嘛 从我这里到他那边对不对 他又去坐在对面等 他又来跟我接报纸 又去坐在对面等 等到一个时机的时候 他就去敲门 敲门人家一开门 他扯着就进来 所以他一个人卖三次早餐 不是三个人来吃早餐 专案小组调阅立体停车场的监视器 发现销行车是9点58分开进去 到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都没有再开出来 显示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掳人时间 黄青亮已经遭到杀害 就说不用去看了 我们干过了 哥哥怎么来呀 我解剖啊 窒息死亡啊 那现在是因为鼻子没有被捆绑嘛 但是因为嘴巴有异物啊 有那个手套拆进去 可能会影响到呼吸道理 因为死亡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了啦 那初步应该是在案发当时的 就是那一天 当天死亡 一个好好的人在那边被弄死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跟个人为他好耶 他不会得罪人的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们都搞不清楚 平时间前家属怎么想都想透到底是谁 这么狠心 黄青亮的义兄却表示一定是谋财害命 但为什么失踪了五天都没有接到勒鼠电话 很可能是鼻竇言惹的祸 他用那个当时他如果不喊啊 抢救 他不喊的话 可能还不会无嘴 就不用那个交代啊 信息不来了 短时间就止息掉了 就止息不能呼吸就死掉了 黄青亮与人为善 会被锁定 裁杀的可能性 几率最高 但就是想不透 为何没有来勒鼠 警方循着违背目击的绑匪这条线 调阅附近的监视器 发现有些线被剪断后 里长有立刻发现 及时修复 因此找到了 关键嫌犯的动向 台湖就是要吃咖啡 吃鱼三杯吃不完 看不看 他就跑回来了 要找出凶手身份 首先黄青亮住家附近的 超商监视器 拍到一名头戴鸭石帽的 可疑男子 加上早餐店老板娘 见过其中一人的面貌 更关键的是 乡行车上的细心财政 台湖在捆绑被害人的胶带上面 也有踩到一些指纹 从指纹比对处 28岁的林青贤 他就是超商监视器拍到的男子 警方发现在案发隔天 他就潜逃到中国大陆 专家小组透过我国驻澳门办事处 注销他的护照和台胞证 逼迫他到澳门申请鼓发 他是回来 我们知道他会到澳门去 有时间掌握他 他会到澳门去 然后所以是应该澳门去的游戏 警方去的游戏 然后提早去等他 等他入境澳门的时候 透过澳门警方把人交给我们 他当然蛮惊讶的 但警方当然也会有一些作文 怎么可能让这些人 为所欲为或是消耗崴坏 警方立刻收网 头部罚早就掌握在台湾的 另外两名凶贤 谢信雄 邱玉婷逮捕 只剩赛逃的47岁主贤吴文通 警方抓到人立刻讯问 果然他们的计划就是掳人勒鼠 只是黄金亮一上车 就开始挣扎大叫 众人在压制跟捆绑的过程中 就拿起了棉纱手套 塞进了他的嘴里 结果塞得太深 不小心让他窒息死亡 众人讨论后 还是决定继续要钱 每天有不同的人 频繁打电话 怪的是怎么都没人接 原来疑似 抄错号码了 一连串的脚疗声 伴随着刚刚落网的三名嫌犯 他们就是今年6月16号 涉嫌绑架私票 新装妙街总干事黄庆亮 并棄逝在卢州停车塔的三名绑匪 有人被绑之后 这名乘马上很惊慌的跑去报案 警方调查发现 三名歹徒原本与被害人不认识 因为缺钱花用 绑走被害人后 原本打算勒索2000万 但没想到竟然失手 杀死被害人 初不了解的话 完全是记忆 这个被害人的 他的财富 他的钱财 目前还有一名嫌犯在逃 而三名落网的嫌犯 依杀人罪和掳人勒赎 移送法办 无聊几天之后 却在台南一条溪流当中 发现他已经溺斃死亡 但是行李袋里头一张 逃亡期间写的字条 让安晴出现惊人发展 被认定是主谋的吴文通 离其死亡 疑似遭人灭口 让整起案件急转直向 因为字条上指控整起绑架案 是一名中港派出所的原警 所主导的 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春 一查不然有名叫张正春的原警 不但跟皇家交钱匪浅 跟死去的吴文通通联显示 在押人前居然通话高达15次 时间长达25分钟 但张正春仍矢口否认涉案 三个月后警方逮捕三名涉案嫌犯 包括逃亡大陆的主嫌 林清贤 共犯邱义婷和谢信雄 把关开庭时 嫌犯邱义婷扯出台北县新装分局原警 张正春才是房家主谋 张正春大概有去找过吴文通的女朋友 去关心这个案件 12倍他指稱是有性骚扰 我们警方也可以 对原警的不当行为 可以深切一次的处分 由于张正春与死者黄清亮交情匪浅 了解他的生活作息 严死者家属也怀疑张正春涉案 他有一个录音带 就是当他犯罪的证据 结果张正春看到那个 就带了三个便衣刑警 去他的那个同居人 就是他的女友家 去把他整家搜索 搜索结果就叫他把那个录音带丢掉 那我写了说他是 他有参加就是他做准信息 家属惊觉 难怪黄清亮被掳走之后 张正春频频来关心 原来是来打探消息 再把警方办案进度通报给共犯 而且张正春还两路到吴文通的住处 把急卷双方通话的共犯证据 赶紧处理掉 我现在就是说法院这样子弄的时候 让他这样走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冤 你知道我非常的冤 可是我冤无处深 跟那个邱怡婷他们这个 痛了这么多次 你们怎样然后就就 嗯我做很多不知啊 你知道啊 他就说不记得啦不知道啊 就有不认识会讲电话 张正春在检警调查期间 从中港派出所降调警备队 去年三月掉到林口文化派出所 却纠纷不断 今年五月被民众检举 处理车祸事故不公态度不佳 甚至有包庇招事者的嫌疑 上午他的座位空着出情中 如果真是警察变强盗 对死的家属来说是再一次打击 法院审理绑架案的同时 张正春有无事案也分案调查 只是在高等法院审理期间 居然爆出惊人的乌龙事件 由于书记官的疏失 居然让这三名绑架杀人的歹徒 直接全部释放 高等法院一片低气压 因为作业疏失 造成93年犯下鲁人勒赎 并将负伤黄千亮撕票的三名杀人犯 公然被法院释放 是我们承办的书记官 在收案的时候 确实是有漏位登记 把他登在在积压人犯的栏 以至于完全失去了警示的作用 因为书记官没有登陆人犯积压极限 造成电脑没有提醒 法官忘记延压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三名魔头 现在逍遥法外 司法体系亮红灯 高院危机处理 立刻开闸处分 本院的承办书记官 被记过两次 陈审法官建议记过一次 他只有跟你说对不起 那我也知道你们很难过 可是我就是电脑没有 这是我们的叔父 法官你能拿下来揍吗 不可以啊 你能骂他吗 你骂了一事无苦 一个司法保护外人 伤害我们善岩百姓 由于被害人家属 对三名撕票犯被重放 仍然已相当害怕 希望分决也对家属 积极展开保护 最后高院法官认定 远警江振春 的确主导着整起绑架案 并利用警察的身份 担任内应的角色 来协助其余四人的逃亡 然而由于高院的疏失 二审宣判时 这三名被放走的嫌犯 一个都没有来 判决书中勒索而致人于死的 林青贤无期徒刑为罪重 而当初押人上车的邱义婷 和负责偷车开车的谢信雄 则分别被处有期徒刑 15年和14年 但何庭认为张振春涉嫌重大 共犯吴文通的遗书指其涉案 嫌犯邱义婷更指出 张源为警方内应停工消息 经查证作案前在新庄棒球场 见面的地点更是吻合 将另案调查 虽然张振春都不承认 但是其中一名凶贤邱义婷 明发指出案发前三天 他和吴文通还有张振春 在新庄棒球场见面 讨论掳人勒赎计划 吴文通还要张振春做好内应 加上张振春没有通过测谎 最终遭到起诉判刑 而更让家属痛恨的是 张振春是管区远警 和他们家认识20年 因为黄金亮开设的杂货店 贩卖鞭炮 张振春还连续向他们 拿了十多年的规费 分过年中元和中秋三节 每次一万到两万元 本分级对此案深表痛心 那么也会将张言先以停止 认为他涉嫌最新本刑五年以上 有极图刑的重罪 而且涉嫌重大 愿方根据这个理由 存以羁押 张振春他自己公议 自己做的情形 让我让他受到法度的制裁 这样才有法度 你一直知道 你一直在哪里 由于张振春和死者黄金亮 两个人认识超过二十年 张振春因为基于黄金亮 每个月超过两百万的房租租金 这局将他杀害 板桥地院依鲁人罪嫌判处张振春 无期徒刑 耻夺公权终身 根据现有的资料跟判决书显示 林金贤似乎仍在逍遥法外 而谢信雄跟邱怡婷 则是有乖乖入狱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欢迎有想法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 最后让老Z工商实践一下 输压饮品默默水 有输压元素茶氨酸 还添加GABA洋柑橘萃取物 低热量好吸收能帮助入睡 现在输入老Z推荐代码 CTI527就能获得折扣 上快点购网站还能有更多优惠 请继续支持我们 我是老Z 我们下期见 光网水层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行销 那像我们中天全天摄影棚 都是不停的以水绳雾化器 来喷这个水绳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 水绳水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 再ес 冰箍 inn oil 隔冰箍能 继续 了